桃園有一名國醫的女學生是在9月24號的時候接種了BNT疫苗 那五天之後是發燒轉送到了臺北馬街陷入昏迷 那目前是確認是罹患了心肌炎使用葉克膜來治療 目前市長是有過去關心嗎 那什麼狀況可能會導致這種情形 那北市在施打BNT的狀況至今是怎麼樣 好我先來說明一下這個我們臺北市的狀況 那非常感謝所有的醫療院所跟學校通力合作 我們在兩週內那麼如期完成了143341位 國高中生的一個接種 那接種後送醫的有54位 占總施打人數的0.038% 那其中住院的有18位 12位男生6位女生 其中高中15位國中3位 那住院的到現在為止呢 這個只剩下三位 其他都出院了 那這些住院的症狀主要包括 醫序是胸悶 疑似心肌炎 腹痛以及心跳異常等 到目前我們這些學生 入院的三位都還持續的在關懷當中 那至於剛剛提到說桃園的這位女學生 這個是葉克某這個是市長的一個專長 我們請市長來說明 這個 葉克某這個馬街醫院很有經驗 所以我想應該他們治療上不會有什麼問題 目前是這樣 BNT打疫苗 比較嚴重的變化症是心肌炎 然後打第一劑還比較少 通常是第二劑會更明顯 所以我們台大醫院小學部 小學科也在討論說 是不是我們在台北市要打第二劑BNT的時候 做一個詮釋的新電圖的 那個叫Screen Screen叫篩檢 在打疫苗之前做一次 還有打疫苗之後 第二天的時候做一次 因為大概打疫苗之後 如果會出現心肌炎 主要集中在前四天 所以差不多在第二天的時候 做一個新電圖 也許可以早期發現 不過這個他們還在 還在擬那個 那個篩檢計畫 如果可以的話 也許到時候可以給台北市的高中生 一個比較好的保護 特別是這很比較奇怪 他出現心肌炎 主要集中在15歲到18歲的男生 男生比女生多很多 那年紀大了反而不見了 所以如果我們台北市到時要做一個 心肌炎的篩檢 我們可能會找高中職的男生 來做全面的篩檢 不過這還在擬計畫